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腰股特工队 我是David 那近期台北股市行情相对来讲相当震荡 尤其7月底又是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所以今天呢我们先从联准会的利率会议开始讲起 另外再讲台北股市行情接下来该怎么看 另外呢今天节目有个重点 会聊一个新的封装技术 产业面的新资讯 跟你未来几年的行情产业发展有关系的 这个技术叫CPO 好 首先先来看看国外的部分 看我们第一张字卡 画面上这个啊 我每次看到联准会官员的发言 不要说特别有你啊 David也一样 看他们讲的东西 我真的是有看还不见得有懂 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首先号称啊联准会非常鹰派的 号称有一点点鹰派说这个CPI的增速不太稳定 对不对 意味着决策者必须采取更多措施 哎 我每次看完我就这样想抓头 他一直在说什么 这会不会太难啊 来投资朋友们 我们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 想知道联准会会不会升息 一个方法就是看Bedwatch 还有一个方法看什么呢 来请看这个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说7月26的利率会议 升息的几率非常高 90%以上 所以大概笃定升息 但好玩的是 10年期公债殖利率 怎么没什么动呢 如果联准会啊 会持续不断的升息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种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 有变化对不对 没动哦 好再来我们看比较短天期的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好像也没有比3月27高 停在这了 其实从刚刚画面上 这个10年期的长天期的公债 跟相对来讲 两年期较短天期的公债殖利率 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 从公债的角度 这个殖利率的角度来看 确实联准会 已经来到升息卫生 所以最后呢 要么7月一次 今年可能就剩最后一次 因为7月26 那一次是笃定的 所以今年可能真的真的升息结束了 差不多差不多啊 那这对全球股市来讲 会有什么影响呢 还记得昨晚美股的上涨吗 美股上涨啊 很有趣的部分在于 涨被成半导体 很久很久没来的废半 昨晚涨了2% 所以导致今天台北股市 气势如虹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啊台股啊 收盘啊 盘中涨了快300点 这很夸张啊 收盘涨了240几点 而且更离谱的是 来观众朋友们 投资朋友们 你看看今天台北股市 我把图放大给大家看 我觉得会更明显 我们来看今天台股的走势 加权指数 去看台北股市 近期很多人担心指数回答问题 连上星期二 腰股通过在DV讲过了 别怕 你会不会觉得 DV啊 我听你讲完 每天黑K 对啊 这是事实啊 你听完这个节目上星期二 加权指数每天黑K 我怎么会不担心 甚至昨天盘中大涨 白点 怎么变成一个常商 又黑K 连四个黑 来投资朋友们 我们再思考一件事 记不记得David今天讲过 台股要怎么看 只看加权指数吗 看贵买指数吗 还是你把领头羊抓出来看 比较精准 那台股这一波 从5月份 到今天台北股市 就接近万七 这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 谁是领头羊 三二三一的伪创 对啊 台股没有创新高 但伪创今天涨停 再创破断新高 再创历史新高 插一个停 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关于外资大摩 对大杯摩卡 大摩摩根斯丹里他讲什么 他说 伪创他们评价 因为他们针对 给所有的AI族群 做了个评价 我念给大家听 因为很多 我们一个个来比较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玩 好玩在哪里 以前啊 大摩就干过这种事了 还记不记得去年12月 达比斯跟你讲说 创意四星 有好多好的时候 好朋友们还记得吗 当时的大摩 那时候创意800 大摩说创意值 所以降频哦 降到中立哦 创意哦 三四四三 降到中立哦 然后值了 值700块 然后创意就从800变700 最后点到630 也一变波段低点 其中一个低点 那来到上个月 同样是创意哦 大摩说现在值1800 真笑 对 好我们来看看 伪创这两个股票 创那个大摩怎么看 昨晚大摩出局报告 AI伺服器龙头指标场 3231伪创 降频 你没有听错 是降频 今天新闻也有 而且目标价是多少 47块 今天伪创掌 我说真的 对比我看到这篇文章 看到这个paper 我真的笑到 语语文都分叉了 第十七块 好朋友们 你收不收 我收 便宜 所以报告参考参考就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不是做伪创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伪创的子公司 画面上这一档 6669为盈 现在股价1650元 一样是大摩 降频 一样是降到中立 然后目标价960 有没有跟当初的创意 有一点点像 好 还不打紧 2382 广达 大摩有评广达 优于大盘 很正向吧 终于有看好了 好 我先讲 优于大盘 不要紧 是他的目标价 大摩给的目标价 非常的有趣 来来来 我那个大家听 广达的目标价 110元 给他你收盘173 对 是这么厉害 2376的技嘉 现在276.5 今天7月11日收盘 大摩也是看好他 目标价给158 你没听说就这么搞笑 那为什么今天花这件时间跟你讲这件事 记得一件事 大摩在AI这个领域上 从去年的世新创意到现在的伪创广达这一阵挂的 基本上我讲就不客气的 摩根斯坦利就是大摩 真的没看对 大家可以参考数据 画面上3331的伪创 从50块到今天100多块 大摩摩根斯坦利是一路卖超过10万张的 那股价天天几乎就是一路当创新高 所以他们的报告也代表一件事 就是说这一波多头没有结束 等到两天大摩 很看好行情看好AI的时候 建议投资朋友们 你再来担心台股涨完了没 这个方法超有用 提供给最近对行情比较正当 比较担心的朋友 作为投资商的参考 绝对好赢 好紧接着我们再来聊别的话题 最近有一件事很行 大家来看这张图表 有没有发现这是什么族群 你不要看今天谍 他过去段时间 这个族群涨很多 网通 网通我们在过往都要讲一件事 是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拜登 拜登说我们要把美国的网络的基础建设 扩大再扩大 台股很多的受惠股 比方说画面上什么华星光这些的 华星光这波涨翻了呀 短短一个多两个月的生涨一倍多啊 好 David今天不是要跟你讲美国的基础建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概念 有些人听过 观众朋友你可能听过 但今天帮大家多补充一下 为什么这个技术重要 这是一个未来可以一两年两三年后 慢慢慢慢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 而且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但股价呢 有些股票已经动了 所以搞不好你今天这集看完 你会抓到非常多超级黑马的大标股 我不会再跟你讲AI了 因为那个人已经太熟了 我来跟你讲新的 来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样的网通新技术 画面上这张图 传统的我们的家里的固定网路 是上图的 可拔插可以拔的那种光发 就是有个插座可以拔的那种 但新的技术叫CPU 叫共同封装的光学元件 为什么要用CPU 传统的不好吗 我先讲传统的技术优点 便宜 成熟 设个大碗 投资朋友们 便宜成熟 设个大碗 这三件事 只要应用在股票上面就代表它是什么 没什么好赚的 因为大家都认识的 不会有爆发力 成熟技术 它就是一个杀红眼的红海 对就杀人这样子 那CPU是什么 为什么要CPU 你家的网路 100G 200G 400G 800G 为什么网路频宽越来越大 固定网路频宽越来越大 因为你需要用到那么多的资讯量 那随着生存式AI的越来越进步 大家广泛的运用 大家要封AI 那AI的世界会不会需要更高的网路速度 这是必然 一定会的事 所以咯 故事来了 传统的画面上这个可拔擦式的这种 只要超过200G以上的速度 它就会造成传输速度的下滑 而且会温度上升 到400G到800G更严重 传输的量越大 它越受不了 所以才会改用新的叫CPU的架构 这个新技术 那CPU这个架构 就可以有天你今天家里的网路 已经不是800G了 到1.6T 3.2T的时候 那不好意思 这个CPU技术就更加重要了 所以在从今年到明年 甚至到2025年以后 几乎我猜未来一两年之内 这个CPU或是台北股市 整个网通组织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主流 叫CPU技术 看完这一集 听不懂没关系 上网查一下CPU是什么 你会看到类似的图 长得像这样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 除非人类未来不需要AI 不然CPU一定受惠 就这个简单的逻辑分享给你 好 再来讲股票的部分 CPU讲到这么多 哇这个太复杂了 就我刚刚讲那一段 你的速度越快 你讯号的耗损会更明显 那就是需要CPU技术 那有哪些股票 哇 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个年复的生产率19%以上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市场就需要这个东西 但也先插个题 CPU才刚开始 其实没有所谓的固定规格这个东西 所以到底谁会是最后赢家还不确定 但整个网通相关的族群 很多公司都在讲 他们在切入CPU技术了 所以你以后看到新闻 看到CPU 记得今天腰谷特工队 David跟你讲的这一集 原来是你说这个 台场 画面上是这些 我们一档一档看 首先是联雅 再来光纤模组 主光收发的就是上权 讯新 华星光 最后呢 再来是交换器的 交换器这张很有名 2345的智邦 金元大公 Global Foundry 不干我们的事 但最主要是台积电 风撞的部分是日月光 好 怎么抓这个主权的股票 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提醒 第一件事 整个台场公益里面 最重要的角色是谁 台积电 对 金元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买的公司 是跟台积电做合作的 大加分 他一定有机会 再来 如果你今天锁定的股票 网通族群 是跟AI现在的龙头是谁 NVIDIA 合作的 不要怀疑 CPO的股票 很有可能 最厉害的就是那一档 再来我们来一档一档检查 到底是哪些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档 3081的 这个联雅 比较可笑 来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虽然最近网通股很强 但很显然 好像 跟联雅没啥关系 这就没记住 那我们来看 3363的上全 上全来看股价就明显漂亮很多 我们可以从整个线型来看 不过这个还不算标 我先讲3363的上全 你不要看从27块涨到50块 以最近网通股群来讲 这个还不算标 我来讲更标的 来我们一档一档看 6451 有没有 投资朋友们才几天 长这样 这是最近网通股这么疯狂 这也是如果你喜欢腰股特工路的朋友 你搞不好最喜欢的腰股就在这里面 再来我觉得近期 David看最扯的 对就是华星光 就这么夸张 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涨一倍多 那华星光呢 就是目前来看 我们知道最最最受惠 不是CPU 最受惠 美国基础建设的公司 因为营收有明显的上涨 但CPU会不会是他呢 对市场来讲说 华星光也有 甚至说我们刚讲 很多公司都有 都有 但谁会是零头的 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 好我后面还再继续说 好在2345的智邦 没关掉 这次我们在讲 这一波网通的部分 这种大的反而比较没长到 反而是像华星光 讯星 上全 对也看不出来什么基本面 长得很凶 另外台积电就不用看 因为台积电东西 晶圓的东西就讲到它 然后3711 日月光是台湾最主要的封测的部分 所以我们聊到这些 我们再回头看David刚跟你讲的故事 CPU这件事为什么重要 画面上这些股票 请各位好朋友们先把它记在 你的笔记本 或者是你把它拍墙什么都好 这些股票 在未来几年之内 从今年明年 232425 未来这几年 非常有机会 如果听到网通 听到CPU这个题材 麻烦各位 直接先看这几档 动了没 搞不然就很容易抓到标股 这里面其中有一档 是David个人非常认同的 是不是哪一档呢 不用担心 今天节目的最后 有一个活动 是专门给所有 锁定我们腰股特工队的朋友 的一个免费好康回馈 节目最后 David再跟你聊 喜欢新的族群 喜欢新的表股 David这次通通给 而且还免费的 好 紧接着我们来聊下一个部分 画面上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到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从今年的 大概3月4月5月吧 有非常多的投资者问David一件事 老师啊 看雷什么时候要动 家金什么时候要涨 为什么都没有留到他们 现在7月他们终于动了 这就我常讲 其实台北股是今年整个上半年 唯一一个主流 应该不止一个 一个主流叫AI 就创意啊 世新啊 N7这一块延伸到后来广达伟创 这是AI 另外一个主流叫 节能除能 华城中兴电 对你已经听到多长简 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节能除能搞不好还没涨完 你有兴趣看一下1519的华城 搞不好还没涨完 所以这也是个大题材 只是今天比较没时间聊到这一块 好那我们今天重点 除了刚刚讲的CPO 现在来聊到第三代的半导体 哪些股票值得看呢 老朋友先来好不好 3707 对你看过David讲节目就知道 汉雷你一定认识 你不可能不认识这一档 对你不认识他 表示你没听过David的节目 汉雷最近 对终于动了 等好久 不过我还是要讲 这一波的第三代半导体 真的强的不是汉雷 也不是嘉金 嘉金其实是没涨到的股票 这一波的第三代半导体 涨到一支很特别的股票 你一定听过 但你可能不熟 画面上这一档 台亚 台亚以前不在台亚 所以大家去敞一下 台亚这档股票 就是跟日本的日亚化合作之后 改名叫台亚 那focus重点 其实我在去年节目也讲过 他们就是focus在一个东西 第三代半导体 所以台亚变成这一波 第三代半导体里面 最强的股票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聊 第三代半导体 5G的应用 AI的运用 你就是一定会用到第三代半导体 也因为有汉雷 有嘉金之后 台亚也切入了 但今天的节目 再跟你介绍 一个新朋友 他 也是第三代半导体 而且 你认识这档股票 还很标 来看一下 强帽也是 所以整个第三代半导体 从整个车用二级一体的部分 包括台厂相关的 比方说我们之前常跟大家聊的 6488含有金算不算 算 3105五毛算不算 算 红杰克算不算 算 现在新切入的2481强帽 也有往第三代半导体这边去切入 因为车用的部分 车用的二级一体 他就会用得到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 整个第三代半导体 从过往 哎呀 前两年David在跟你讲这件事的时候 旱雷 没什么坦 那怎么涨了一百多 从30块涨一百多 3016加金也是 没什么坦 累金厂 这也不是很厉害的技术 怎么涨这么多 所以这个族群最近又在发动了 那刚起来 当然这两天涨上去不一定要马上追 但整个下半年 搞不好第三代半导体有机会 因为他是整个过去半年 台股拿了万七 几乎都没有涨过的族群 所以下半年我觉得第三代半导体 大家今天可以做个功课 除了刚刚讲的这四档之外 实际上我刚刚讲的 比方说六四八八寒牛金 这些都算 大家可以做一下功课 到底哪些股票你会比较喜欢 但不过我觉得目前来看 强的 还是汉磊佳金 画面上的强貌 还有234年的台亚 这四档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个股 这一波的表现 我比较有机会一点点 给大家的参考 好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 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刚讲的活动是什么 记得记得 最近的行情在震荡 在变换 像今天涨两百多点 昨天台股要死要死 Davy呢 针对我们今天邀请同学的朋友 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资讯栏 有一个连结 你点进去 就可以直接输入你的资料 要留手机 我们 Davy会给你从下周一到下周五 足足一个礼拜五个交易日的 会员专属盘训 而且完全免费 但只有五天 不能再多了 就五天 从下星期一到下星期五 Davy会给你我们会员的专属盘训 足足五天 而且完全免费 只要今天节目下方 资讯栏说明栏里面的表单 填写一下 记得手机要写 对 我才能把讯息传给你 就五天 回馈给所有喜欢Davy 喜欢我们邀谷特工队的朋友 好那今天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咱们下周见